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三星的旗舰手机,一般都是一年迭代一次 三星Galaxy S22系列是2002年2月9日发布的 时隔一年后,三星Galaxy S23系列也正式官宣了 现在距离三星几年来,首次面对面的Unpack活动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三星没有说明新品发布会将发布三星Galaxy S23系列 但这场发布会除了其他新品之外,我们不难猜出 三星Galaxy S23系列才是这场发布会的重头戏 与此同时,Galaxy S23机型的官方渲染图也提前泄露了 那么,三星Galaxy S23与Galaxy S22到底有什么区别? 根据Tiger收集的可靠的爆料 汇总来看将有三个更好,一个突破和两个不必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盘 Galaxy S23系列达到三个更好 一,更好的芯片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相比其他骁龙8G2旗舰手机 Galaxy S23系列将会带来更强劲的核心性能 Galaxy S23系列将采用超频版本的骁龙8G2旗舰芯片 CPU频率更高,运行速度更快 将给手机带来更为流畅的用户体验 以及更流畅的游戏体验 当然,其核心性能将远超目前的Galaxy S22系列 根据S3Mobile的报告 S23 Ultra的八核处理器具有三个CPU机群 一个集群的速度可能为3.4GHz 而另外两个分别以2.8GHz和2.0GHz运行 预计配备8GB或12GB的运存 以及256GB、512GB或1TB的存储空间 这比就128GB存储空间的S22 Ultra更上一层楼 另外,这款手机目前通过了4855毫安式电池的认证 不过预计三星会为其配备5000毫安式电池 更好的相机 相机方面 Galaxy S23和Galaxy S23PAS可能不会有什么生计变动 50MP三摄系统和10MP前置摄像头的配置 与前代基本相同 但对于Galaxy S23 Ultra的相机 一个非特定的对焦问题已得到修复 并且防抖性能会更好 更重要的是 主摄从108MP提升到200MP 这应该意味着 S23 Ultra能够拍出更清晰的照片和视频 3.更好的内存 据悉,Galaxy S23系列将使用LPDDR5X 实际上就是三个更好 除此之外 三星Galaxy S23还有一个突破 三星或将与Radeon Communications 将卫星通信引入Galaxy S23系列 这是因为苹果最近在iPhone14上引入了SS功能 不过,与苹果一样 该功能可能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 不要期望仅仅因为手机信号不强 就可以通过卫星连接发送常规短信 高通在最近的CMS贸易展上 证实了该报告 它宣布卫星连接将在配备第八代二处理器的手机中提供 尽管Galaxy S23系列并不是最早实现该功能的手机 但是对于旧版本的三星手机来说 也算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吧 聊完Galaxy S23叫Galaxy S22系列变化的部分 那么剩下的就是不变的部分 Galaxy S23两个不变 1.Galaxy S23外观设计不变 近日,Onleaks曝光了S23和S23 Ultra的渲染图 从泄露的渲染图不难看出 外观设计与Galaxy S22系列没有太大区别 R13系列的正面和背面平坦 金属边缘弯曲 只不过,摄像头布局发生了变化 取消了相机模块 背部的摄像头将直接嵌入手机后玻璃 这样看起来极简洁有美观 另外,据数码博主宾宇宙最新发文表示 S23标准版的金属中框厚度力有增加 但前置挖孔区域更小 因此屏占比也会略高一些 作为顶级机型的S23 Ultra 其外观设计与前代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据说屏幕的边框会更窄 更好看 在配色方面 Galaxy S23和Galaxy S23 Plus 将提供四种颜色 分别是神秘紫钉箱 棉花白 植物绿和幻影黑 预计Galaxy S23 Ultra机型 会有更高级的配色 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Galaxy S23屏幕将保持不变 具体三款设备的屏幕尺寸 都将与其前身相同 基本型号的Galaxy S23 将配备6.1英寸屏幕 更贵的S23 Plus 将配备6.6英寸屏幕 而S23 Ultra将使用QHDM Mode 6.8英寸屏幕 屏幕素质也与前代保持一致 标准款机型的屏幕 仍然具有1080P分辨率 48-120Hz刷新率 Ultra机型具有更高的2K分辨率 以及更灵动的1-120Hz刷新率 以上就是Galaxy S23系列三个更好 一个突破和两个不必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Galaxy S23系列的这些卖点 能打动你吗 你看好S23系列的销量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